有火气别冲着孩子撒 娘 媳妇知道错了 您罚我吧 起来吧 是 娘 你呀 跟廷恩十年了 还不如杨冬雪嫁过来这各马月呢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心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 姑娘 我心里有廷恩 可是廷恩 她从来不正眼看我 你心里要是有她 就不会又拿那块丝帕做文章 我 你有算计杨冬雪的心思 不如多体贴体贴廷恩 今天我给你留了面子 再有下次 别怪我不客气 廷恩 我是冬雪 我给你做了点甜粥 帮哪儿 帮哪儿 冬雪 今天委屈你了 没什么 你别怪曼云 我不怪姐姐 不要走过来 为什么 你为什么总躲着所有人 别问我为什么 你别把自己关在屋里 家里人都很关心你啊 让我看看你好吗 别再往前走了 别过来 别再往前走 你的孩子哭了 快回去吧 你跟他在一起的时间 不处了 别再往后 不用怕 你会找到我的东西 有钱 有钱 还有 有钱 娘 您在这都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 累了吧 媳妇给您泡的茶 您喝一口吧 这是秀秀今天在集市上特地给您老挑的茶 放下吧 是 娘 这几天媳妇反省了 您教训得极是 家何万事兴 以后我一定会牢记自己的本分 好好伺候庭文教导秀秀 跟东雪妹妹和睦相处 娘 东雪的事情我都听说了 她真是太不懂事了 凡事都应该以江家的大局为重 怎么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呢 娘 娘 娘 那 媳妇先出去了 等等 娘 娘 以后没有我的允许 不许进佛堂 是 娘 是 娘 是 娘 呜 呜 呜 你这是干什么 滚起来 起来 沈郎爷 东旭 对不起你 滚起来 快起来 我配你戴上去 戴上 你戴上的我心里能安慰一些 尼奶奶 早点回去吧 他吃着 啊啊啊啊啊 Nio Nio NTiant 大哥 老二父子俩 关在祠堂里也有一些时日了 您究竟想如何处罚他们啊 大哥 对这种狼心狗肺的人 他们绝不能轻容 是啊 各位兄弟 我之所以不处置他们 是因为我始终没有想好 什么样的处罚对他们才是最有效的 坐 坐 坐 上次编刑以后 他们不但没有悔改 反而变本加厉 利用在华盖房做苦工的机会 偷偷倒卖我们的原材料 把华盖房彻底掏空 如今的华盖房只剩下一个空格了 他们怎么能这样做呢 您说 太可憨了 太可憨了 再重的惩罚对他们来讲也是没有用的 只会加深他们内心的嫉妒和仇恨 只要一有机会 他们就会变本加厉地想出更恶毒的招数 进行报复 如此下去 何时是个头啊 是啊 所以我想啊 我不罚他们 放他们走 随他们去 要是他们能够悔改的话 那就证明他们还有良心 还有救 要是他们不知反省 再重的惩罚对他们来讲也是没有用的 是啊 大哥说得对啊 大哥说得有道理 是啊 大哥 那干脆把他们逐出沈家 以后大家瞧归瞧路归路 好 我也同意 咱们就只当没有过这个兄弟 这样他们爷儿俩 也就没机会跟我们过不去了 大哥 那华盖房以后 你们放心 只要有我在 我不会辜负祖辈对我的信任 华盖房一定有重振的那一天 大哥 以后有什么需要 您就跟我们说一声 我们也是沈家的子孙 也都有责任 是啊 大哥 各位兄弟 有你们这句话 我就足够了 好 你要去哪儿 我正要去找娘 我知道你有话要跟我说 娘 我不能再为江家化散了 我不想做对不起沈家的事情 就请娘 责罚我吧 那你如何对得起江家 是呀 如今散房的订单 都是冲着你杨东雪化的散来的 咱们订金也收了 原材料也进了 你却在这个时候给我撂挑子 你是要把江家往绝路上逼吗 娘 我本以为沈家毁了 华盖房毁了 我为江家化散不会影响到沈家 可现在 沈家有沈老爷主持大局 将来有一天可以继承家业 华盖房一定可以重振的 我杨东雪化的散 原本就是出于华盖房 有华盖房的印记 我若现在还为江家化散 就是与沈老爷和自己的儿子做对呀 我绝不能做这样的事啊 沈家是如何对待你的 我们江家又是如何对待你的 你都忘了吗 没有 沈家对我的恩情 远远大于对我的不顾 娘对我的好 江家对我的好 我会用我的后半身来报答她 你现在身为江家的媳妇 都可以无视江家散房的生育受损 还提什么报答 娘 我知道这样做很对不起江家 也辜负了您的期望 可是您可以让我做任何事情 每度化散这样 说东西不能做 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曹海 把她给我关起来 只要一天不化散 就一天不准她吃饭 我要让她知道 身为江家的媳妇 什么事情该做 什么事情不该做 大少奶奶 曹管家 这是怎么回事啊 老夫人吩咐把姨奶奶关起来 为什么呀 她不是娘的宝贝吗 姨奶奶她不肯化散了 她敢跟娘做对 胆子可真不小 那娘打算怎么处置她 老夫人吩咐 姨奶奶一日不化散 就一日不给她饭吃 是 曹管家 今天大少爷的饭由我来送 你让厨房给大少爷添个菜 钱由我来出 是 大少奶奶 大少爷 小伙子 来生意了 这不是沈二爷和沈大少爷吗 您二位这是怎么了这是 少废话 看看能挡多少钱 这些东西统共也就值 三个大洋 三个大洋 你欺负人呢你 我说掌柜的 谁没有过落难的时候 兴许哪一天 我们有东山再起了 得嘞 既然是二爷这么说 小浩也不敢收您二位的东西 我看 您再到别的家看看去吧 你 行了 行了 就按你说的 三个大洋就三个大洋吧 爹 哎呀 先填饱肚子要紧 你快拿钱 等等 若是我没看错的话 大少爷的这块玉 倒是值不少钱 要不 去 这我爷爷留给我的 丢了命都不能丢了他 赶紧赶紧给钱 老爷 吃啊 想什么呢 也不知道老二他们吃了没有 一会儿让刘妈去给他们送点吃的啊 老爷都这会儿了还惦记他们呀 如今他们没了生活来源 难道能看着他们饿死吗 老爷 如今他们已经不是沈家的人了 这可是全体宗亲的决定 您要是再去接级他们 其他兄弟会怎么想呢 那倒也是 希望以后他们好自为之啊 刘妈 老爷 二太太 好好好 孙少爷刚吃饱精神 我看看 我看看 您看 孙少爷现在可能吃了 来 吃吧 您看这小脸好扑扑的 多可爱呀 看这一天 一天天长大 我这心里踏实多了 身体也好多了 我应该早点回华盖房打理生意 老爷 你还是再休养一段日子再说吧 我的身体我心里有数 如今最要紧的是华盖房 可是 没有生意 没有订单 华盖房如今 只剩下个空格了 我知道 没有关系 我们有竹林 我们有手艺 我们可以从头开始 只要有静飞 有一天 我们就有希望 停恩 你快把门打开 我看看你呀 停恩 你快开门啊 你 你 大少爷 是不是有话呢 廷恩 你开开门啊 廷恩啊 你开门哪 是娘啊 娘知道你难受 你总得开开门 我们才能帮你啊 廷恩 廷恩 大少爷 老夫人和大少奶奶都很担心您哪 您就把门打开吧 是啊 廷恩 松开 我不用你们 娘 怎么办啊 娘 娘 娘 你把门打开 让我去试试啊 娘 您放我出去吧 或许廷恩会给我开门哪 您让我试试啊 娘 草海 开门 谢谢娘 你奶奶 有劳草管家了 娘 廷恩 廷恩 往事冬雪 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 可你不是一个人哪 你有我们大家 你不需要独自承受这份痛苦的 你不可以把这些关心你的人 都去这门外啊 廷恩 娘 姐姐 还有草管家 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你 可是眼看着你这么痛苦 我们一点忙都帮不上 你知道我们有多难受 多内疚吗 为什么你只知道自己心里的苦 却从来都不体谅一下 别人心里的苦呢 廷恩 开门哪 廷恩 康恩 廷恩 你怎么样呢 康恩 康安 康恩 曹管家 快去请大夫 光 他若是肯看大夫 还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 离我远点 阿儿 廷文 你听我说 你一定要看大夫 一定要接受治疗 要不然你的痛苦 只会越来越深的 别碰我 我不看大夫 我宁愿自己早点死 廷文 命是爹娘给的 他不仅仅属于你自己 你可以不为自己活 但是你要为你的亲人而活 因为他们不能没有你啊 好 我去 娘 快 快去请大夫 请最好的大夫 是 我 先给他止痛 让他休息休息吧 我儿子到底得的什么病啊 应该是皮疹引起的皮肤溃烂 能治好吗 这种病要是及时医治 是能治好的 只是大少爷啊 过了这么多年了 他身上的创伤层层叠叠 能注意到什么程度 不好说呀 能够引起皮疹的病因有很多 受了大的刺激 情绪不好 体质弱 劳累等等 都有可能引发这种疾病 为什么拖了这么久都不医治呢 大夫 您一定要把我儿子的病治好 不管花多少钱都没关系 老夫人啊 您放心 我会尽力的 好 曹海 你带大夫去开方抓药吧 请 这边走 娘 您先回去歇着吧 平安 我留下来照顾就好了 不用了 让冬雪一个人在这里就行了 你醒吧 你醒吧 慢点 先把药喝了吧 冷热应该正合适 来 冷热应该正合适 冬雪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安 走吧 我带你出去走走吧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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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这是廷恩吩咐厨房给你做的 娘不要对我这么好 你还是继续惩罚我吧 娘我心里会好受些 这是廷恩的心意 跟你我之间的事情无关 不管怎么样 廷恩的事我要谢谢你 这么多年 我们谁都没有能说服廷恩治病 你做到了 你帮我解决了我最大的一块心病 娘不必谢我 这是媳妇该做的 该做的事情未必就能做好 你对廷恩用心了 我看得出来 其实 曼云姐姐也很用心 只是廷恩和姐姐之间 好像有些误会 她们俩之间不是误会 她们俩之间不是误会 不提她们了 说说你我之间的事吧 我知道 你是个有骨气的女人 我关你 饿你 对你来说都无济于事 可如今 订单就在柜上摆着 你说不干就不干了 难道你只要眼睁睁的 看着江家散房毁于一旦吗 我也是个有骨气的女人 今天 就算是我请你帮我个忙 先把这批订单完成 以后的事再说 可以吗 我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你还不同意吗 娘 华盖房又沈老爷掌舵 要不了多久就会重振旗鼓 我不能成为沈家复兴的障碍呀 你怎么责罚我都可以 只有华三这一样我做不到 娘 媳妇有付于您的嘱托 如今散房面临危机 我竟然无力化解 本来以为去了冬雪进门 可以让散房的生意更上一层楼 可谁想到 冬雪的脾气跟我年轻时一个样 只要她认准的事情 石头牛也拉不回来 我不能让江家散房的生意受损哪 娘 您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谁呀 娘 是我 廷恩 进来 廷恩 你的气色看起来好多了 娘真的很高兴 娘 请您 不要再为难冬雪了 你已经很久很久没跟娘说话了 今天你一开口 竟然是让我不要为难冬雪 你可真是娘的好儿子 你怎么不问问娘的难处啊 如今不是我为难她 是她为难我 若冬雪再不肯化散 我们江家十几年的信誉就要毁了 我们江家散房就毁了 江家散业做到今天的规模 是我一个人苦苦经营了二十年换来的 你可想过我的苦处啊 你们好 real 她就知道了 你们好 什么 你要干嘛 好 你们好 什么 你他们好 我你不还不啊 你不还要不还 你不还不还 你不还把一只许多守在哪里 全村的悬残 别再和娘这么僵尸下去了 我不想看到你们这样 我也不想这样 娘是为了江家 你是为了你的儿子 你们俩都没有错 你们都不需要这么自责 我一直在想 难道就没有什么 折衷的办法 可以让你和娘都不再为难 我知道娘很为难 也很想帮她渡过这个难关 可我真的不能为江家化散 我有一个办法 太好了 这法子是你想出来的 你终于能替娘分担了 娘 对不起 这些年儿子让您费心了 以后儿子一定好好跟着冬雪学化散 为您分忧 和您一起支撑江家散业 娘 娘 您听见了吗 庭恩说的话您都听见了吗 您可以安心吗 有庭恩和冬雪 江家散业一定会越来越好 来 搬出去 来 放那儿吧 好 这一份呢是老夫人的 小心着点 对吧 这一份是姨奶奶的 曹管家 娘不是吩咐过 不准杨东雪吃饭吗 老夫人说 已经取消对姨奶奶的惩罚 怎么 她同意化散了 大少奶奶 这个您自己看看 知道了吗 大少爷的饭呢 早都被齐了 在这儿呢 您慢点 这儿还有呢 您怎么办啊 您bold儿 你赶快得吗 别了 不得 您好 好 您好 您好 我 您好 姐姐 别管他 我们接着画 谁让你穿这件衣服的 谁让你穿的 你给我脱下 脱下来 娘 你干什么呀 以后不准你穿这件衣服 听见没有 娘 我让你 娘 你别扯呀 我让你买 娘 娘 娘 你别捡 这是我最喜欢的衣服 我告诉奶奶去 奶奶 我让你买 我让你得意 奶奶 秀秀 怎么了 怎么哭成这样了 娘 娘她不让我穿二娘绣的衣装 娘她生气 把衣装全剪烂了 好了 好了 不就是一件衣装吗 奶奶再给你做一件新的 好不好 快别哭了 你看看 都哭成小花猫了 你 以后再遇上你娘不高兴的时候 要乖一些 你娘让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这样她的气 就会慢慢地消了 明白吗 明白了 来 快把眼泪擦擦擦 奶奶带你去二娘的房间 看他们画伞去 走 我不敢 爹在呢 怕什么 那是你爹呀 跟你娘一样疼你 奶奶带你去 走 好 娘 娘 娘来了 廷恩的画功很好 要不了多久就可以自己画伞了 太好了 娘 谢谢您成全媳妇的心意 秀秀 看看这伞好看吗 好看 都是二娘画的吗 不 是你二娘教你爹画的 秀秀 这是你爹呀 你怎么不叫爹呢 来 秀秀 秀秀 这是你爹呀 叫爹 来 秀秀 这是你爹呀 你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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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秀 叫爹啊 爹 秀秀乖 爹 你还疼吗 不疼 爹 你快点好吧 你病好了 就不会再冲我娘发脾气了 我娘也就不会再冲我发脾气了 秀秀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跟他爹这么亲近的 爹 画伞好学吗 秀秀想学画伞了 秀秀想学画伞吗 秀秀想学画伞吗 二娘可以教你啊 奶奶 若是我也学会了画伞 奶奶是不是就会像喜欢二娘一样喜欢我了 什么画呀 奶奶什么时候不喜欢你了 我娘总说 她要能生个小弟弟 奶奶就会更喜欢我的 好了 咱们走吧 不要打扰你爹和你二娘 娘慢走 走吧 娘走 我 你应该跟秀秀多亲近一些 孩子可以为你带来很多快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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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步說 幾段風雨 愛情隨風逝去天涯浪靜 幾番香雨 彷彿前世的錯 今生來聽 春去秋來的記憶多重 暮色更濃 雖雖又年年 夢還在 刻骨的誓言 隨風遠去 奔跑在生命裡讓你繼續 陰風又來去 在生命的盡頭 長相思說 隨風遠去 奔跑在生命裡 讓愛去去 讓愛去去 陰風又來去 就讓今生的愛 來世在尋 請讓今生的愛 來世在尋